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个孙悟空刚入坑的2023星客啦 真的超级想要踩点成员们的美容室 于是呢找了我的哥哥陪我去韩国拍摄了这集影片 Flo美容室负责的成员呢几乎快一半了 那我这集找到的老师呢 是负责Joshua、Koshi、敏葵的老师 老师帮他们画的妆容我都超级超级喜欢 像是Flo演唱会上的妆容 新春学院风、帅气黑泡队 表演队的老虎烟熏妆 真的都超级好看的啊 Flo美容室负责呢几乎都是男偶像跟男演员 像是李中硕、李朱贺、李东旭 也都在这里做过造型哦 Flo是我私心觉得去过这么多美容室里 第一名高级的美容室 整套妆黄都超级高级超豪华 但是价钱呢全清坛豆里我遇过最便宜的 哥哥画了全专家头发造型呢 竟然才13万2韩币 差不多是台币3200左右 比起其他美容室呢 动辄台币6、8千甚至破万 Flo完全就是清坛洞中 我去过最高CP值的美容室 那么我们现在就赶快开始看哥哥换头吧 这边底妆部分呢是由助理上妆的 我哥哥因为最近工作太忙呢 所以有些痘痘跟痘疤 一样呢是用湿海绵拍打的方式上底妆 因为我后来还有上老师的化妆课程 我偷偷问老师说适合男生的粉底液产品 老师就跟我大推Etude的粉底液 这两罐呢老师说遮瑕效果很不错又持久 妆感也很美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这次网站那边就不能用 我好像给你妈说颜色 我天 advisoramiento 像导致挺这样的 也是嬉碧 安全 都是 我们说它适合ít 因為助理呢要在旁邊協助而單眼太大台了 只能放很側邊錄影 所以呢就放一點點靠近相機這一側給大家來看看 那今天的影片呢一樣不會快轉 讓大家看一下老師跟助理的手法 大家就按照自己的需求去看就可以囉 這邊老師一邊定妝呢 助理一邊幫哥哥豆巴做遮瑕 在上眼影的部分呢 老師會選擇一樣是用比較大地色系的方式 因為男生呢都需要比較自然的妝感 那一樣就先大面積的鋪在上下眼皮上 那上眼皮的時候我老師很喜歡有個動作是 他會用手呢先去抖掉多餘的粉 讓眼影粉呢不要飄在臉上 那這個動作呢可以讓你的眼妝更乾淨 像我私底下跟老師上課呢 老師也都是這樣子 會讓整體的眼妝呢上來臉上很乾淨 不會有多餘的粉飛來飛去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打造男偶像的乾淨妝容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那這一次呢其實我有跟老師說 我想要畫Hoshi或是明葵的妝 老實說我自己身心覺得我哥哥比較適合明葵 結果老師也說對了 哥哥不太適合太濃的妝 因為Hoshi常常舞台上都是煙燻妝比較多嘛 但是因為哥哥眼睛也是算偏大的 那我覺得整體輪廓跟明葵會比較像一點 所以我們最後決定呢用明葵的照片再打reference 那眼影的部分呢我就是一樣不快轉 大家看一下老師的手法囉 還不錯 然後像是眉毛的部分呢 我覺得基本上跟R9都是差不多的 因為我哥哥跟安安的眉毛其實都算是偏濃 然後男生一般來說不太會修雜毛 我覺得男生如果要在家自己畫的話呢 修眉毛部分就很重要 你只要把雜毛修掉整個人就會看起來精神很多 我來不妄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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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